其實要實現基督正義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當然是社會住宅的行政 第二個是婚給租金委員 另外一個是稅制的改進 不過不管怎麼樣 社會住宅還是在解決基督正義這個問題裡面很重要的領域的項目 當你沒有做的時候都還蠻理想 可是一做下去就發現蠻大問題 首先啦 到底我們要叫社會住宅還是公共住宅 當如果你真的我們社會住宅是讓社會最弱勢的民主 住一段時間那個地方就真的變成領域設施 被灑簾紙啦抗爭啦 我們台北是推動所謂社會住宅 我覺得最成功是我們讓社會住宅不再是領域設施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做到這個 我們就是把社會住宅 賦予它有其他很多的功能 以它去解決一個居住正義的問題 第二 城市美學 再來是什麼呢 智慧建築產業 因為台灣在世界上是有競爭力的 如果有一天台灣去美甸 或者是印尼去蓋社會住宅 台灣在know how是有優勢的 因為不管是法國或日本 它的氣候跟那個社會模式 跟東南亞這種公民級國家 邏輯就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相對其他國家 在以十年二十年眼光來看 我們是有競爭優勢 所以當時我就同意說 把智慧建築產業 在興建社宅的過程當中 把它放進去 再來就是 建立社會性模式 我們在那個第一層一到三層 我們在按照當地的需要 脫英脫幼脫勞 這間招募中心 市政區活動的東西 我們都放進去 然後那整個社區 都覺得台北好鄰居 那我們蓋一棟一棟住宅 我們給他這麼多的任務的時候 坦白講 他已經不是單純 像以前就說 我就給那個社會最弱勢的人 蓋一個房子給他住 台北市蓋的不是社會住宅 台北市蓋的是公共住宅 因為他透過這個建築的興建的時候 互以他踏一多的這種 市政府要推動的政策 是一個有多重目的的公共住宅 如果有一天台湾真的蓋了12萬戶的 不管它叫社宅還是公宅 你的財務計畫到底是什麼 所以要嚴肅面對 量變會質變 什麼意思呢 如果一個住宅蓋出來 他每個月的成本就是10萬塊 可是我每個一整天要收2萬塊 結果那個差額是誰要出 政府要出錢 所以一樣 如果只有500戶 一年1.2億 這個1點而已 這個位置很瘦 如果5萬分 一年要貼120已經瘦得了 政治還是要很務實的去面對 我們今天瘦的問題 那個租金定價 你知道嗎 你要定很便宜 那就是要補貼 那補貼錢要從哪裡來 那就要討論 那今天為什麼要開這個會 如果假設我們蓋一棟建築物 它的使用年限 不管是50年還是55年 原來興建成本佔55年 全部成本50%差不多而已 台灣有颱風地震百里 有三大陸 我們這幾年台灣的颱風很少 那是天佑台灣 正常狀況下 台灣任何一個點 一年要被2.6次颱風少過 那50年 130次 一棟建築物 被颱風少過130次 你知道嗎 再加上疫症 所以後來我發現 我們蓋完以後 如果他的生命終於是50年 他的維護費用很貴的 我們在算智常率的時候 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所以是這樣 作為一個政府 他還是要務實的面對問題 當然我們只講社會處宅 社會處宅這個問題 還沒講到那個分級租金物貼 還沒講到稅制 我們不要幻想 單一方法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如果民進黨真的有心解決 這個年輕人 這個買不到房子很痛苦 立法院概率的法 趕快去通過 不管是什麼房地稅合一 實價登陸 空屋稅 屯房稅 還有兜屋稅 為什麼這些法他都不去通過 我跟你講 要解決房屋問題 最有效的稅制改革 每個都在臉頭 為什麼不做 不敢得罪人 我們走在前面 所以我們常常會知道非凡 其實我剛才上面講的這些話 都在過去幾年當中 實際在蓋的時候 慢慢去發現 所以在蓋這些工材的時候 我就會很怕怕的 為什麼 就一邊在蓋的時候 會一直發現問題 所以我就講 我們跟其他政治人物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我們不會再留指數 我們不會搞樣板工程 我們是誠實的面對問題 所以老實講 一直到現在為止 到底我們社會住宅 自常性是鬥長 坦白講算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不曉得50年的生命周期 裡面 營運費用要怎麼做 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理由 其實遇到問題也不是什麼丟臉的事 我們只是躲在最前面才遇到什麼問題 跟在後面還不是要跑回去解決問題 今天只是利用這個研討會 後面再把我們其中的一小部分問題拿來討論 公共處在 要蓋到什麼程度 設計應該要怎麼做 坦白講 如果要房租底很簡單 客廳、廚房、廁所全部集中 這邊宿舍 可是這是我們要的 那是我們要討論 為什麼 要回答 所以其實這樣 今天這個也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我認為標準答案會隨著時代來改變 所以我們就是 摸著石頭過分 然後每天遇到問題 把它解決掉 我去看過韓國的社會住宅 他說盧泰宇在當總統的時候就開始改變 坦白講 我們這個政策 真的比韓國慢了將近30年 慢就慢 反正也不是誰的過充 慢慢就慢 我們就開始直起直追 大家好啦 做一度奧別的努力就好 好 謝謝大家